大家好,我是Dan 因为杰西的粉丝在请求签名时 被杰西的一行人殴打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9月29号凌晨 杰西的粉丝18岁A某 在收尔Upcon前往便利店的巷子时 看到了平时喜欢的歌手杰西 于是就上前询问杰西 是否可以合照 但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杰西前面的这名男子 用英文辱骂并阻止了A某 马上杰西试图劝阻该男子 并向A某道歉 也挽绝了培照请求 A某也向杰西道歉后 准备离开时 另一名男子突然扣进 朝着A某的脸一拳打上去 并用脚踢了A某 在公开的监控影片中能看到 当杰西与其他人将该男子拉开 想要阻止他 但是这名男子持续施暴 最初劝阻的杰西 后来就退后并离开了现场 而在A某报警的时候 杰西的其他同行者们 也纷纷离开了现场 A某表示 人在被打 杰西却没有做出任何处理 我不知道他是否因为 不想被卷肉才离开现场 但我真的很失望 从影片中看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他是我平时喜欢的艺人 但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失望 接到报警后来到现场的警方 在一家酒吧发现了杰西汉他的同行们 但试包的男子并不在场 当时杰西汉同行对警方表示 并不知道该男子的行踪之后 A某的母亲在事发当天 直接去了杰西的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表示 该男子与杰西无关 是杰西一位亲近的制作人 所认识的中国朋友 但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约10天内 警方和经纪公司 都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 A某在10号再次前往警察局 但警方表示 目前还没有确认到 嫌疑人的身份 不过在媒体们开始采访后 警方对记者们表示 我们首先会确认 施包男子是否已经出境 并迅速要求出席调查 为了确认他的身份 我们已经要求 该制作人出席调查了 而在当天上午 被称为是认识施包男子的制作人 给A某发了一条讯息 讯息内容是这样的 杰西根本不认识施包的人 而且也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请不要再联系杰西方面进行威胁了 A某表示 自己从未直接联系杰西 或者是进行威胁等事情 啊对了 A某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杰西经纪公司的律师表示 杰西完全没有参与此次事件 该施包男子与杰西当天是第一次见面 如果受害者认为 该加害男子与杰西是属于一行人 杰西方将会在道义上考虑 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然后在10月12号 杰西上传了道歉文 最近在与朋友进行私人聚会时 我的粉丝向我请求何证 因为当时已是深夜 我两次礼貌的拒绝了 然而突然被一位 我当天才见到的人打了 当时情况发生的非常突然 我也因为过度惊慌 没能细心的关照那位粉丝 无论情况如何 我对于我的粉丝遭受这样的不幸 感到深深的遗憾 也感受到硬则的道德责任 事件发生后 我和我的经纪公司已经与受害者的母亲联系 并努力帮助受害者迅速找到加害者 确保受害者能得到道歉和赔偿 同时也会让加害者接受应有的惩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推一百步 我可以理解那种情况下 感到惊慌害怕慌乱中逃走 但之后还能跑去酒吧喝酒 这真是太惊人了 新闻都报道了 那个人是潜起的朋友带来的朋友 但他的道卷文却写得好像是 随便路过遇见的陌生人一样 即便是那天才第一次见面 但如果是朋友的朋友 那应该也算是同行的人吧 而且就算真的是路过看到 正常人看到年轻学生被成年人殴打 至少也会报警吧 更何况是因为自己的同行发生这样的事 真的能说出这样的借口吗 幸好有监控 受害学生应对的非常好 不论是潜起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毕竟是他的粉丝 却就这样丢下不管 实在令人震惊 他居然声称这件事和自己无关 这在道义上实在太过错了 我原本对潜起有很好的印象 但现在他一出现我就会转台的 在十万市中心 中国人殴打韩国人 还牵涉到名人的情况下 居然到现在还没能确认嫌疑人是谁 这在2024年真的有可能吗 真是让人无语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潜起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如果换个角度想 我的朋友跟不认识的人起了冲突 我试图阻折但还是无法平息 那难道就是我的错吗 显然是施暴者的错吧 现在看来又是一个想搞垮明星的情况吧 真是让人无奈 确实双方都有错 但为什么潜起反而比加黑者还要被骂得多呢 说什么就算不是同行的人 也要阻止的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个喝醉的男人 靠武力怎么能阻止得了啊 这种情况下 潜起能做得有限 但现在却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 真的是有些不公平 所以对于请求签名的潜起粉丝被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昨天 肖娜和永俊娘在首尔举行了婚礼 两个人在没有主婚人和祝哥的情况下 一起进行了试约仪式 交换了戒指 由主持人宣读了结婚宣言书 肖娜在试约仪式上表示 我会成为像朋友一样的妻子 无论丈夫有什么爱好 都会一起陪伴 我不会害怕 每天走神与她一同醒来 会过得有趣且幸福 而当天 由于肖娜一起工作了 15年的造型师和经纪人致辞 在他们发表注词的过程中 肖娜和永俊娘也哽咽了 两个人真的结婚了 到现在也觉得很神奇 恭喜结婚 希望绝对不要分手 肖娜呀 虽然变成这样了 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幸福 再次祝福肖娜永俊娘的结婚 感谢大家